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我们要诵经去感化他们 教育他们 但是在原著第九十一回 取经团队到了精平府 却遇到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怪事呢? 唐僧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慈云寺 一时感慨 人家西天的月亮就是圆 连盖的寺庙都这么高大上 他正在嘖嘖表扬 廊下走出一个和尚 对唐僧作礼道 导师何来? 唐僧急忙道 弟子中华唐朝来者 没想到那和尚倒身便下拜 光得唐僧掺起道 愿主何为行此大礼 那和尚和长道 我这里降善的人 看经念博 都指望修道你中华的托生 才见老师风采衣冠 果然是前生修道的 方得此受用 故当下拜 三 这名和尚的话 表明了两层意思 第一 西天的人并没有民族自豪感 他们修炼的目的 就是到中华府地托生 第二 暗示唐僧 能否以后元祭后 把他带到东土托生 我们不禁要问 这和尚说得对 还是如来说得对 其实 要想得出答案 只要看看妖怪哪里最多就行了 在东土 只有在边境上才有几个妖怪 但在犀牛鹤州 遍地是妖怪 并且一个比一个凶残 这就证明 如来说的是假话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东土真如如来所说的那样 又贪又痴又狠 那你佛教为何要去占领这个地盘呢 东圣圣州 南聚卢州 地盘更大 为何不派人去送经呢 还是证明东土好 是块肥肉 所以如来才派弟子唐僧去潜伏 然后换了一个身份证和户口包 最后以东土金来取经 这手段 真是老辣 前往窝一牛 看西游公好 可看到第136期 如来送给唐僧的两件法宝 比金箍棒厉害多了 唐僧为何一次也没敢用 哦 我做到大 Usually One 我做到了